台东绿岛游客上下船的南辽渔港外海 被潜水教练发现到有超过800只沉入海底的宝特瓶和垃圾 严重的威胁到了海洋的生态 而台东县政府就表示已经定定了法则 呼吁游客和业者不要随便的乱丢垃圾污染海洋的生态 绿岛南辽渔港外海的珊瑚礁海底 出现一片瓶瓶罐罐的海底垃圾场 其名潜水教练组成的志工从18号到19号连续两天 就捡了400公斤的海底宝特瓶和垃圾 不过这还没有捡完 估计海底还有800只宝特瓶在海底要再捡4天 潜水教练猜测 这些海底垃圾可能是搭船进出渔港的游客 留在码头掉进海里造成的 海底会出现这么多的垃圾不是一天造成的 尤其是马上要进入绿岛的旅游旺季游客进出非常频繁 台东县政府说去年已经公告 在渔港乱丢垃圾要罚款 呼吁游客不要再乱丢垃圾 我们现在对一般民众在港区乱丢垃圾的话 我们一般大概就是个人来讲 可能就是花1200到6000块 海底垃圾影响雨泪和珊瑚礁生态 严重破坏绿岛的海底观光 绿岛的潜水教练呼吁游客 要永续到绿岛观光 就不要在岛上乱丢垃圾 技巧商品车台东报导